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 PCMLive SMB 后翼期时代POW UP 系列 不经不过我们已经来到第四集 今次我们就讲讲 乐龄科技无障外家居 之前那几集就讲了很多关于保安、云端的技术 也有人问 IOT 如何帮到数码转型 于是我们今集就带大家来看看示范单位 就是一个结合了密联网科技和生活的数码转型 做到高科技长者安居服务 其实就是跑马地的希云居 它是用科技融入生活的新一代长者公寓 这里就有很多数码科技 帮助一些乐龄家的生活 可以生活得更好 例如我旁边这只Timi 既然你在这里我们要找找负责 营运希云居的负责人 就是康域长者、公寓管理、创办人及行政总裁 李王善龙女士 同一时间也有C4的负责人 和我们讲讲背后的技术 就是C4大中华区副总裁 兼香港及澳门总经理 庄泉盛先生 好,先问一下李太 希云居和传统安老院有什么分别呢? 为什么会有新一代退休社区这个概念呢? 其实当我们做这个时候 我就去了全世界 看了二百成二百间的老人院 这个构思回来 把每间老人院最好的东西 我就放下来香港 其实香港一说 你说去老人院 很多人都有些少许恐惧的 那是怎样呢? 我打算 但其实外国的老人院是很舒服的 是一个家企的 是什么都有的 就不像香港那些比较 你想到的那么窄 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四十几间老人院的 还有我们也有 严格杀到一些老人院 我们加上百多间 所以我将这个新的 全新的概念带来香港 让一些很想retire in style 就是他退休的时候 可以继续他的生活 不需要有改变 有些人就说 那我怎样呢? 那我老了的时候 谁照顾我呢? 那我加入了一个医疗元素 他们就可以happily age in place 我们可以一路中老 都很开心的 有人照顾 这个退休社区投入服务之后 会有什么营运和长远的目标呢? 其实这些都是几十年 其实是他们的家 即是温食的搬进来 这个是他们的家 他们就会在这里 就是住到百二岁 所以我们因此 我们在设计 在各方面的配套 我们都要配合老人家的需要 其实我们的地方不大 但是以外国来说 他们就分三种的 一个就是叫做自主 自主的生活 就可以自由出入 他们还是很活动 身体很好 这些就叫做自主的生活 但是当你年纪大了一些 你可能就需要有照顾了 就要去到一些生活的生活 就是协助 协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人派约 香港的护理院是那个牌照的 有护士帮你 有人帮你洗澡 这些就是生活协助的形 就算有时候 可能你是怎么说 老了的时候 可能有 stroke 有 fracture 这些情况 我们的院舍就可以提供一些服务 但是这些服务不是长期的 如果你三个月好了 那你就可以做回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那我们是鼓励别人是怎么样? 伏康 我们伏康比较做得比较注重的 还有就是有些care 我们是每一个层面都可以照顾得到 如果是认知障碍 这个就是很难逆转的 但是家人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回到公共又很担心 慢慢走出去 我们就看到的需求 所以我们都有两层设计了这个认知障碍 我们特别做一个花园 让他们可以到处走 这个社区在外国是分散的 但是我们因为没有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在一栋里面发生了 李太 其实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少科技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思 去帮助长者生活得更好呢? 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是的 拿着冷气的按针来跟我说 为什么开不了电视呢? 你明硬到你年纪大了 那时候你真的有一些很难的 你这么多计划给他 很困难 那些东西日新愿意 但是我们后来就想一下 不如我们用声控吧 Good morning 那一刻开了窗帘 就是干了一些灯 那如果走的时候 他又不需要逐个逐个去按 那我们就Good bye 那就行了 那这个呢 其实除了方便之外 就是也都是 我想科技是帮到一些老人家的 那还有你坐在椅子上 那你又很想去做些东西 又开教大冷气 或者whatever 或者转台那样 那你现在就只是需要说 我要看81台 那他就会转的了 那这个我们其实是做些方便 主要给方便 还有我现在做的东西是未来嘛 没理由加起一些东西 是不是 就是几年之后就完全失败了 那我们是在做未来的东西 其实引入了这么多科技的元素 设计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的技术挑战在里面呢 其实我们是根据文化 根据安全 比如很多时候失垢 都是它们跌下了 就没办法怎么说呢 就是没办法知道 尤其是你自己住一间屋里面 那如果你跌下了 那你离开了你的床 你又按不到Nurse 键 好像我这个Nurse 键 那你又按不到 你在地上嘛 那你又起不了身 那我们就要在这里出发了 那我们要看下怎样可以帮到它 Fall Detection 那我们一直在探索 Motion Sensor 和Cisco 他们有很多新的科技 那我们希望利用现时社会有的科技 去帮助一些独居的人 李太太其实都知道 你们去找这个科技的partner 都有不少的困难 到最后 为何会找到C4他们呢 Cisco 不用问了 他们几十年 还有他们是全世界的 他们很稳定 有很多人问我 你看看有很多科技在这里 那待会如果死火 即是突然间没了Wi-Fi 那怎样呢 我说不用怕 因为我用了Meraki 还有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东西 在哪里发生 哪里有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在电脑已经知道到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希云居 未来会有什么计划 去利用这个科技平台去实现呢 其实我们是利用 即是 家下的机械人 我们叫陪伴机械人 基本每一间房 每一个client都有自己的机械人 他们可以提他吃药 他们可以在那里点 他们明天吃什么菜 还有本身有糖尿病 我们就会mark了 他一点那间收牌骨 我们就会pump出来 这个是不适合他吃的 还有他还可以跟纽约的女儿 可以大家可以videoconferencing 将他们的距离拉近 其实还有他有个fault detection 如果你跌下了 他就可以立刻在那里叫护士 其实在里面是一个nurse来的 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private nurse 我们其实用很多robot的 比如运输 我就不想那些员工 就是很重的那些床单 起铺 又要蹲下又要重 我们就用那些delivery robot 每一晚他就会自动送上去 还有我们每个人都会派的 他有wariable给他 我们现在就没决定是bill 或者是戒指 那个戒指呢 如果他打了戒指 他就可以803 我们可以去按升级的时候 就拍了卡 然后就不用触碰那个 怎么说呢 不用触碰那个按针 因为我们已经是touchless 因为当然是疫情的缘故 他们就可以八流 这些全部都是在生活上 我们给多些科技去帮助 老人家的生活 好了 我们又问一下Cisco的Wilson 当你们收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Cisco会如何帮希云居去实现这个概念呢 我记得第一次见Maria 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反应就是好 其实整个香港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我们是非常有机会去参与这个项目 去帮助老人家提供一个 医食住行的一个 刚才我很喜欢用的字 Retiring style的方案 其实我们去尝试理解requirements的时候 我分为四大类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考虑的角度 要想想第一 稳定性 要create一个robust的内容 因为不只是上网那么简单 是整个生态系统 如何去保护老人家 如何方便他们日常生活起居 全部都是靠这个网络的 所以这个稳定性非常重要 第二 安全 因为其实说老人家 他们所有的设计都在上网的时候 网络安全其实过去的几年 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 如何第一 可以保护这些不同的设计 在这里可以七成二十四的运作 再加上如果老人家真的有一些 是比较 比较 比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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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保护到他们的网络应用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考虑方法 第三 当然就是管理 如何可以很简单 有效地去管理所有的平台 因为不是说简单单是线 不是简单单是安全 还有很多 刚才Maria提到 IoT的设计 Robot 如何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完善的配套 全部去管理所有的不同的设计和平台 最后一个就是可托成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说 我们在建设一个衣食住行的解决 但是其实Maria团队不断找一些新的方案 如何继续去完善 去更加改善 入面住客 老人家里面的生活的经验 这个平台一定是可以 是Extensible 托展 Agile 去配合未来的需要 你们理解了希云居这个概念之后 会介绍哪些C4的产品给他们呢? 根据我们理解那四大要求 那四大元素之后 我们是推荐了全线Meraki的产品 给希云居去应用的 最主要当中包括一些基本的网络设备 例如MR和MX Series 即是那些无线有线的网络设备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Switcher Stackable Switcher 是提供一个安全 Robust的网络的Infrastructure 再与此同时 我们也提供了 MV和MT Series 它是一些 我们Meraki的智能camera Meraki的environmental sensor 这个正正是刚才 Maria提到的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 除了一个简单的网络的Infrastructure之外 提供到一些创新的方案 可以帮助老人家在这里 有一个更加优质更加独立更加自主的生活体验 例如这些镜头 我们怎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内容 看到房间的使用情况 或者我们有些environmental sensor 可以看到 例如现在这间房间的光暗程度 或者温度、湿度等等 OK 那为何会推荐Meraki的产品给他们呢 其实我们Meraki的产品 大家在市场上都非常清楚 一想到Meraki 就想到 Simple 即是简单 Easy to Use 很简单可以去用 在希云居这些场景就非常适合 第一 需要安全稳定 我们Cisco Meraki的Solution 7.24 有很多不同的行业都已经在用 第二件事 刚才说的 简单管理一个完善的方案 其实Meraki 我们采用了一个云端管理的方案 无论所有的同事 是很容易在一个Single的平台 在Meraki的Dashboard上 就可以去Provision 管理、Monitor 所有的器材 我说的是 刚才说的 Access Point也好 Switch也好 甚至是一些Smart Camera IoT Devices 都是在一个一站式的平台里面 可以进行所有的管理 完成的管理 再者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云端的平台 所以他们就可以 无论在哪里 随时随地 都可以access到这个Dashboard 可以针对他们需要的时候 作息时的去管理这个平台 去照顾老人家他们的需要 再者 这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Solution方案 所有的安全设备 其实都建立在一个Solution里面 基本上除了是我们的Sensor 我们的Access Point 的Switcher 甚至是一些Camera Sensor 我们都是白结果 建立了Security的Solution 我们加了Cisco的Umbrella 方案 甚至老人家上网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安全保护 最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Extensible Solution 你看看我们的Embrilement Sensor Smart Camera 其实有很多智能的功能 其实我们是不断可以去开发 去看看如何提供一个 更好的生活模式 给里面住的老人家 例如刚才我们刚刚在谈的时候 就是有些 我们有些Leak Gauge Detection 的Sensor 怎样可以更早 更 proactive 可以 detect到 原来是有流水有Leak Gauge 可以更加好保护老人家在这个住所 的安全 或者Smart Camera 怎样可以有一个更快 更灵活的方式 可以去provide到一些 information inside 给希盟居的同事去管理的时候 知道里面的使用情况 或者住户的使用率 等等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导求 可以给到一个更全面 简单容易的方案 给他们去提供一个 优质生活的环境 给老人家 Wilson 除了长者的生活之外 Miraki的IoT技术 又怎样帮到其他行业呢 其实IoT技术 其实在不同行业 有不同的使用 在这里第一件事就是 先要想想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场景 刚才Maria也有提到 我们有很多Motion的Sensor 我们有Robot Robot上面也有不同的使用场景 有Sensor 有Camera 有Medial Feeds 其实最主要就是 如何将这些不同的Sensor 收回来的数据 第一 可以在一个一站式的平台里面 帮他去 复杂这些资料 因为拿了这些数据 之后 你就可以想想 如何应用提高 一个生活质素 生活体验 你住在里面的老人家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除了管理之外 怎样可以去提高 那个稳定性 因为 这些方案的话 就不是说 一些 something nice to have 不是给大家上网 留下网站 用到或者用不到 其实之后的话 其实有很多老人家的安全 希望整个的运作等等 都会reign on 这个网络Infer structure 这一套的配套 这一个场景 如何提供一个7x24 robust 安全的解决 这就是 Miraki可以带给器人家的好处 Wilson 可否给大家一些提示 IoT 怎样可以应用得更有效呢 第一 首先 一定要看场景 因为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跟场景有关 如何建立一个用处 第二 其实有很多IoT的方案 在坊间你都可以使用 但是 大部分的方案 可能都未必适合一个大 大的 大的 的环境去设计 如何去 决定 或者选择的方案 就是要考虑到最后的解决 解决 要去到什么的 技术 当你考虑这些东西之后 之后就要想一下管理 如何去管理 因为你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环境 砌出一个解决 解决 但是如果像Miraki那样 整幢大厦 甚至我们慢慢 如果再继续 展示到不同的 地区 如何可以一暂式去管理 所有的网络 所有的相机 所有的相机 所有的工具 所有不同的相机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 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 可能在前期 去选择这些方案 需要考虑的地方 其实as a user 我想说 就是我做了酒店几十年 那我们是 都要三间 就是我们的IT manager 都要三间 在这儿上班 和stand by 的 但我用了这个Miraki 那我就不需要了 那我就两班 或者是长些时间 cover了十二个小时 那我其他时间 那那个员工可以在家 就可以遥控了 那当我和员工 说我要准备用Miraki 他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他以前的五星酒店集团 是正在用的 那他说 你看我懂得用 那没问题的 如果用了这个 那我就不用整天回来了 那我在家 就已经可以遥控到 就知道在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帮到我们很多行业 尤其是7、24那些 三间 这些行业 其实这个是必须的 我可以说 在今次今天来说 好 最后 Cisco 如何用技术 去继续鼓励去创新 C4 其实 首先我们自己 都不断在创新 在今次这个项目 其实第一 我刚才说了 我们就非常荣幸 其实我们可以参与这个项目 因为对于香港这个市场 Retire in style 的这个概念 如何去供应一个 医食住行的方案 给香港的老人家 其实第一 我非常荣幸 有机会参与了 我觉得有这个需要 第二件事 就是说 创新方面 你看到 我们刚刚去年 亦都有一个 Cisco Live Session 我们都说了 我们有四大不同的方向 去不断在创新 无论在应用 在应用 在应用的层面 在我们传统的 网络 infrastructure层面 在一个大环境 New Normal 身上带来 大家如何去沟通协作 那方面 和安全 因为网络安全 在不断演变 其实越来越重视 在这四方面 我们是听到 市场在不同的 其实生活环境 我们需要去做很多 创新的改变 去配合 New Normal 带来的新的挑战 亦都这样说 未来的新的方向 我们要不断去适应 所以我们不断 都在这儿 在这儿 最后就是 其实 我刚才也说过很多次 场景 其实我们的Solution 是一个 基础架构的一个Solution 是配对 安全应用等等的场景 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上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 发展空间 可以去配合场景 令到整个Solution 更加enrich 更加优化 在这儿 就是有很多的 development 上面可以做 Cisco 我们是有一个 大的initiative 叫DevNet 就是在我们的Solution 上面 open 平台 给大家去 继续研发 在上面 创意 就是无限的 看看场景 怎样可以利用到 Cisco的Technology 然后可以配合场景 提供一个完善 简单 方便 安全的配套 这就是我们 未来的创新的方向 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我多谢李太和Wilson 帮我们 讲解了这个 这么创新的 长者安居概念 用高科技 融入了日常生活 令到长者 生活得更舒适 更安全 其实这一集 已经是来到 PCM Live S&P后役时期 Power Up系列的 最后一集 多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之后 有机会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